今天最精手而且讨论最多的画面跟照片 就是这张 他没有想到韩国瑜跟黄国昌两个人 居然拥抱在一起 拥抱在一起就算了 黄国昌居然笑容满面 有人讲他看过黄国昌这么久了 看过他所有的画面 从来没有笑得这么开心的 而今天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只是一个行李如鱼 还是黄国昌打从心里面 他已经觉得要跟韩国瑜合作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 老婆我们看这两张照片 对比更加明显 有人讲说这个根本就是冷卵自知 当我们看到韩国瑜去拜访民众党的时候 黄国昌笑得很开心 两个人双手紧握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当游习军去见面的时候 打给民众奥赌兔 特别最关键的就是蔡宜昌 蔡宜昌他那个表情根本就是笑不出来了 难道这一次的立法院院长副院长 从这些照片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吗 还有黄国昌在这两天突然丢出来说 过去我们各委员会都是两名招委 他说没有那应该单一招委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 丢出单一招委 有人讲丢出单一招委 可以让民众党有所谓的活动的空间 可以有游一的空间 有这么单纯吗 有人讲说如果 国民党真的敢接招 国民党跟民众党真的敢去推动单一招委 那个对民进党来讲 会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毁灭打击 因为当民众党跟国民党两个人合作了以后 民进党在各个委员会 你都拿不到招委 拿不到招委之后 民进党未来四年 你的人事权 你的预算权 你的法律权 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大方 首位的财经专家 黄收松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子报 总统的故事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门田赵永全 好 第三位是资深门田李宜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员游淑慧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门田家李廷辉 大家好 是好 我现在收到 很多人穿这样照片过 大家都吓死了 什么时候看过 黄国桑笑得这么灿烂 什么都可以想到 韩国瑜跟黄国桑两个 可以拥抱在一起 而且不但是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 旁边的人都笑开来了 而且夸张的是 如果你去对比民进党 同样都去拜会 整个场面 放好国民党进去 大家都笑一眼阻开 可是你看 在民进党进去了以后 大家如上考彼 没错 市长民众党这一次呢 他到底立法院院长要支持谁呢 我们可以把它说是 民众党之间有所谓路线之争 路线之争 到底我们要跟蓝合作 还是要跟绿合作 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跟绿合作的话 一般都说黄珊珊 因为黄珊珊比较阻挠 跟蓝白河这个状况 然后跟蓝合作来说的话 主要路线是由蔡碧如 我们之前讲过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民众党路线的战争 路线战争 对 但是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 两个画面就出来了 他们这个 黄国桑还有他们立院的党团 分别建了这个 韩国瑜 还有建了游锡坤 这画面来说的话 你一看就知道说 未来民众党的路线 其实可能会非常非常清楚了 路线出来了 对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早上他跟韩国瑜见面的话 你看两个人非常开心的这个见面 你看不只是韩国瑜开心 江启臣开心 然后你看连旁边的陈昭之 跟这个黄珊珊 其实都相当的开心 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画面 下午跟这个游锡坤见面的时候 你看完全都冷冰冰 我们看 黄国桑的表情就不一样了 那你看游锡坤在那边苦笑 那你看蔡其昌是已经整个年 根本笑不出来 相当相当的臭啊 那你可以看到 这好像是说 我强迫背到这个地方来 陪笑的感觉 而且后面有一只把枪 把他压上去的 对 那你看到黄珊珊的表情 或者像陈昌之人 其实都跟上午非常不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出来 一个是冷冰冰 一个是热烘烘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对象是 韩国瑜去了以后 不是跟大家拥抱吗 是 拥抱了以后 那下午游锡坤去了以后 他也说那黄国昌跟大家拥抱吧 要去跟蔡其昌拥抱的时候 你看蔡其昌马上就很冷 对 蔡其昌马上讲 我只跟我老婆拥抱 我不抱别人 对 你看上午的时候 最当有大家 抱成一团 大家最有戏的就是你看 韩国瑜跟这个黄国昌 两个抱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果然印证了政治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保险2020年的时候 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他是怎么K韩国瑜的 对 他还到他们的SARS厂说 这个是腐败政治 我们要彻底铲除了 不是还讲说有一块农地 农地下面全部都是 他们家丢的所谓的垃圾 对 结果他还被韩国瑜告 结果两个人还有官司 结果没想到 现在他们两个居然可以抱在一起 而且笑得还这么开心 那下午的时候你看 这个水蔡其昌就去了嘛 因为早上他们抱得那么开心 他想说下午 那里面比照办理啊 昌昌可以抱一下 这个黄国昌跟蔡其昌 两个可以抱一下 上午是果果 下午是昌昌 这样可以抱一下 结果没想到 在里面算是我的好朋友 我这个朋友也太惨了吧 对 结果没想到蔡其昌 谁比到奥独独 他整场坐在那边 几乎是没什么讲话之外 你看最后要抱一下 啊没有 不好意思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你还连握个手 对 就握个手 都这么改变 对 而且还在很尴尬的表情 所以你看从上午 跟国民党的这个会面 跟下午跟民进党的会面 你可以看到出来 其实民众党的路线 如果从我们客观的感觉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 应该民众党的选择 应该心有答案了 好 所以你讲说 外好人看热闹 内好人看门道 这个当然讲是热热闹 那大家觉得很有戏 可以说最恐怖的是 黄国昌丢出来的一个单一招委 单一招委如果 那个真的代表 其实你不能讲说 它到底是白绿核 还是白蓝核 它真正关键是 到底民众党 是反律优先 还是反蓝优先 如果是反律优先 你就看到 反律优先的大起事 蔡壁如 反律力大起事 是这个黄国昌 两个人 黄国昌今天占到了西位 黄国昌今天感觉已经主导 主导了以后 你是不是一个反律的大起 已经张起来了 反律的大起张起来之后 他又丢出了一个单一招委 而说这个单一招委 是对民进党来讲 最恐怖的打击 没错 事实上这个黄国昌 在这里已经抛出一个 国会改革的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单一招委制 他今天讲到说 之前有所谓 一个委员会 两个招委 他说两个招委 就是沦维什么 分赃 他说我们要强化 整个立法院的政治来说 要单一招委 单一招委制来说 其实这个所谓争议非常大 你知道民进党内 也没有统一的声音 结果你知道 这个后来 游锡坤要报会的时候 游锡坤同意了 就丢出了这个四项改革 四项改革里面 有一个第四项 其实前三项都 大家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第四项可以说是 踩到了民进党里面 很多人的红线 所以就是朝建立 常设委员制 单一招委制度 那因为他这样 他就说 我以个人身份表示赞同 你说我写完了以后 赶快说是个人身份 那下午马上就有很多 民进党相关人士就说 你刚才吃了这个力 开炮了 开炮像这个游锡坤 所以你知道这个法案 是相当相当 民进党里面都以为 很多意见的 就没想到 这个黄国昌 丢出这个意见出来 那难道呢 他要跟南宁互相的合作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假设单一招委 真的通过的话 未来国会多数党 是有可能全拿 就赢者通拿 我每一个招委 都是我可以当成的 这个招委 所以你说 如果今天民众党 加上国民党 他就是绝对多数 绝对多数以后 如果是美国委员会 只有一个招委 这个招委就会被 国民党跟民众党全拿 如果被国民党 跟民众党全拿之后 未来民众党在法律案 在预算案 在人事案 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你都没有提案空间了 对 应该是说 在法案的这个 招委可以排法案的 优先顺序 优先顺序的时候 其实招委就扮演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 表现上面来说 就会显得非常的 这个账 自爱的这个状况 甚至国会 因为权力很大 可能这个行政权 就会受到牵制 所以有人就说 黄国昌丢出了一个毒苹果 说这个很糟 那是毒苹果 对 很糟 我们要这样子来做 那这样来做的话 当然 我们讲 早上他们跟国民党 是谈得非常开心 双方是不是对招一 单一招委 有相关的这个政策 我们不得知 但是你从下午 所有民进党都开炮开网 游行库 你就知道说 很多民进党是认为 不行的 不能这样做的 所以搞不好 立法院的院长选举 这只是一个起头战 接下来的话 如果假设民众党 跟国民党两个合作的话 你看从单一招委 这个案子 一起民进党 这么大的反弹声音 你就知道说 其实未来国会 恐怕会相当相当的激烈 董事长 不是讲说 民众党是不重要的巴袭吗 不是讲吴族庆宗吗 其实蓝绿都去拜访 给出了面子 但有趣的是 两边的表情 两边的反应也差太多了吧 对啊 所以看起来就是蓝绿来讲 民众党是对韩国瑜来讲的话 比较热情 双方面比较发自于内心的欢迎 那就是对绿来讲的话 就有点比较 大家比较 相敬如兵 比较僵化一点嘛 你看那个属于比较应酬式的一个 但这件韩国瑜去报了 那个黄国昌也太夸张了吧 韩国瑜本来就是很夸张 所以以后韩国瑜的夸张 才有荣兵的效果 荣兵的效果 把他三个 那三个人站在那边 对不对 他们的那个铁三角 对 民众党的立法院铁三角 你看到没有 成朝之 黄三三 黄国昌 对 你看那个笑容 你看到令人感动 对不对 韩国瑜是一个高手 韩国瑜在这个感动 你说完这种东西是高手 对对对 这不简单 成功的达政 应该这样讲 所以我就2月1号的 没有什么悬念了 是韩国瑜了 应该就是这个 韩国瑜跟江启臣担任院长 跟副院长 可是他本来不讲说 你今天民众党的巴西 根本无足轻手 可是这蓝绿两党 都来朝胜了 没有 无足轻重的说法 大部分是绿军的说法 蓝军没有讲过这句话 而韩国瑜从头到尾 都非常配合民众党的节奏 包括他的政策 还有他今天要尊重小党 要帮助小党 韩国瑜讲得非常的 今天的大气 我有看他的说法 他基本上 赐出非常多的善意 他已经把这个民众党 把他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 歌护在手上 你看拥抱完以后 那以后民众党 在韩国瑜当这个所谓的院长 都可以呼风唤雨吗 当然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要被照顾 韩国瑜讲得要照顾小党 对不对 第一个人是小党 被定位成小党 就很憋了 你们背就碎了 对不对 没大事了 第二个 韩国瑜要照顾他 我都不知道韩国瑜 拿什么东西照顾他 因为他照顾他 很可能就招伪 因为我觉得他们最后的谈判的决策 是看招伪 如果在招伪没有进入实质谈判的话 在投票前没有讲清楚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连招伪都不会让 因为这个很现实利益的关系 所以换言之讲 如果他们当天的投票方式 当天投票 如果不在第一轮投下那8票的话 给国民党 我认为国民党连招伪一起都不会给他 谈都不用谈了 你不跟我谈好啊 你给票给的扭扭捏捏不上路嘛 你不上路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就动作模了嘛 因为到最后的谈判招伪是谁来谈判招伪 那这边的傅昆琦谈判啦 傅昆琦给你们不跟你客气啊 傅昆琦的招伪是来自他各个党内同志推选出来的 大家就招不高水没劳就照不走嘛 那你就带他拼嘛 是 所以那当然还会有一些谈判空间啊 不过说运到那种完全要搞到剑拔弩张啦 所以关键在第一个2月1号的投票 第二个是投票后的招伪 这两个是主要主题嘛 那这两个有没有帮斗黏在一起谈 我看这个样子是没有 看这个样子是因为都公开了嘛 没有密室协商嘛 因为国民党也不愿意密室嘛 没有人愿意密室 不敢给你密室协商 就是柯建宇讲的 谁敢打电话给他 吓都吓死了嘛 所以这搞到没有信用这个东西 很难搞 因为柯文哲不快地把他的信用建立起来 真的搞到这个以后的东西 没人敢给他谈了 就没有办法谈 因为台湾不知道你会不会变什么样子嘛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太大 民众党没有把他自己的信用 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确实建立起来 玩来玩去玩来玩去 搞到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变动因子的话 逼到国民党党去做实质的谈判跟合作 所以民众党会变成被孤立化 甚至于被甩锅 好 那今天黄部长也丢出来说 现在招委 美国人会招委是两个 他说我就搞一个单一招委 有一个单一招委 如果国民党真的敢接这个招的话 他真的可以逼着 未来民进党在立法院 人事前预算权 法律 把所有全部都被卡住了 有那么好的事情吗 没有吗 不可能是 那我先问你嘛 国民民进党有多少次的机会 在国会市区绝对优势啊 上一届不就是一样吗 他为什么不愿意改成单一招委啊 他改成单一招委 让你所有小党使光光 国民党使光光 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为什么 因为做下去的后果 不堪设想 被人在立法院内 没有和解 只有冲突 那只有冲突的立法院 你觉得这个在野组合 在野联盟的这种松散 不确定的合作基础 能够控制到 能够有确保他的利益吗 那黄国昌为什么要丢这个东西 那黄国昌的 他是提议 他倡议这件事情 那些是有的 他是建议国民党去杀人 你去抬人 你杀完以后你去关 然后我去分钱 黄国昌是 因为很简单 如果单一招委那么好 民进党早就干了嘛 对不对 民进党掌握的优势情况之下 都不愿意搞单一招委 你现在两个合起来的优势 我跟你搞单一招委 你随时给我翻脸 哪里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又跟民进党 跑去跟民进党合作 回去怎么办 这个事情是嘴巴讲讲 而且这个坏点子 这个坏点子非常坏 你说这个坏点子 我又为了这个点子 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 当然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就是想耍狠嘛 就表示我敢狠嘛 就是耍狠而已 他除了耍狠嘴巴坏以外 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没有人会买单 这个买单下来 不堪设想的事情 这个会就贪心不足舌吞向 然后自己会惹一身麻烦 而且你没有能力去阻挡 民进党的攻势 对 民进党还有司法权 你不要搞错了好不好 看看今天赖清泽怎么样讲法 怎么样要求他立法委员 那个多狠的招都出来了 多清廉 清廉什么意思啊 他清廉就是告诉你说 老子当总统的第一个会期 的初期告诉你就是要用 反贪腐 反贪腐到底吧 我们预料的东西 没错 两个礼拜前我就讲了 赖清泽第一招是反贪腐 今天就排打出来 你民众党这些 你一大堆人的这个比 贾兰丁点 还有一些前面 在台北市政府的前案 就淑慧坐到这边 还擦不干净的屁股一大堆 到时候怎么办啊 你现在还敢出这种 那么狠的狠招 你一下又要自民进党于死地 我会让你活吗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今天王国商丢这个单一招位 真的是不怀好意吗 他真的是借刀杀人 想借国民党的刀去杀民进党 但国民党不会上当吗 他不是要借刀杀人 他是要不断地被拜托 不断地扮演关键的力量 对民众党来说 他整个崛起就是只有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 蓝绿斗 然后他从中取利 他不断地说蓝绿恶斗蓝绿恶斗 但是事实上最希望蓝绿斗的人 就是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 蓝绿在争总统的时候 他就出来 说看看谁我要帮谁 我当选没有可能 可是我有决定的可能 让谁败选 而且我要推倒蓝绿高强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在选总统的时候 民众党的公职人员就在节目上说 我们知道阿伯没有机会当选 可是我们有能力让别人不当选 后来柯文哲自己也这样说 所以这是总统的时候蓝绿斗 然后白就在旁边说 我要看谁 再来政府院长的时候也是 他现在又摆出说 蓝绿斗要来求我的帮忙 因为蓝绿都想要这一个 政府院长的龙头 所以当这样的时候 民众党才有存在的价值 那招委也是一样啊 现在有双招委对不对 那如果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说 不然你一个我一个嘛 我52你51嘛 所以我们每一个委员会 刚好都势均力敌嘛 民众党呢 就没得完了 民众党就变成角落生物啦 你们看一下我啊 不用看你啊 因为我们一人一起刚刚好分啊 所以他要主张单一招委 蓝绿再一次抢破头 然后每一个委员会 就要去拜托民众党说 这一次你支持我啦 这一次你支持我 所以他又有八次 八个委员会可以去 扮演关键的力量 所以如果蓝绿没有斗 蓝绿没有争的时候 那民众党就是巴西 他就没有空间了 连十分之一的这个力量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他要 莫名其妙推出单一招委 事实上单一招委对小党 是极之不利的 因为过去像民进党这样 一党独大又单一招委 我每一个委员会都是我招委 国民党根本轮不到招委 吴欣盈也轮不到招委 正是因为有双招委 所以民进党才不好意思说 我一个人专包 才会有一些委员会 国民党有机会 民众党有机会 所以如果是小党脑袋清楚的 绝对不会推单一招委 因为那他每一个都没有啦 他就变成说每一个都拜托人家 又要玩以小吃大 所以他只能分而时机 他明明在这个文会只有一席 可是没办法 你们蓝绿都没有过半 要不然你这席让给我 他变成又可以玩干港效应 所以民众党整个 他的重要性跟他的角色 就是不断地去创造 蓝绿斗蓝绿斗蓝绿斗 你们来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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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也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为什么 游席坤跟这个韩国瑜 他们两个高度高下立判 游席坤人都还没有去 投降书就先写出来 降书 就先在脸书上说 你们的条件我都同意 但是更可怜的是 成要讲 今天韩国瑜还没有 我们只是谈 我们愿意愿意配合 结果游席坤就案 已经承诺修法建立国会庭政 承诺第一会期修法 强化人事同意审查 承诺第一会期修法 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 还有这最可怕的是 朝向建立常设委员会 单一招委制度 然后说是用个人身份 竞表赞成 这个就是no了嘛 no了 这个像马关条约一样 每一条好 我都写你要赔白银多少两 你要割掉我几个 这个我通通 但是我最后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我不代表民进党 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所以你写这个样子 又想拉票 你又没有能力代表民进党 你走进民众党的党庄 你代表谁 你就没有任何底气了 所以你看这几个人 脸都很臭 也不是脸很臭 黄国昌跟黄珊珊 他们不是脸臭 他们是懒得理他 原来你没有代表性 原来你只有你自己这一票 而且这个完全是空投支票 你知道吗 因为等他如果真的 当了立法院长 他根本不能提案 也不能表决 所以他的个人身份 变成零票 他说不好意思 我是答应你了 可是我不能投票 所以你说你讲了半天 仅以个人身份净表战 然后就变成废话了 就废话 因为他的个人身份 到时候就不是立委 而是院长 他不能投票 也不能提案 然后蔡其昌 为什么脸这么臭 他明明讲他是个人身份 你就个人就好 你干嘛在这封详书里面 把蔡其昌的名字摆上去 蔡其昌名字摆上来 对啊 你不是太爱是蔡其昌吗 这封详书出来以后 每一个民进党 甚至民进党的名嘴们 全部都骂说不如他们的 然后结果蔡其昌想说 我又没有说答应 你里面写你个人 我也没有意见 你为什么要个人里面 要把我们两个联名进去呢 那你有没有问过蔡其昌 所以今天我觉得游锡昆 就是败相遗漏 他已经在做最后一搏了 拉着老脸去跟民众党说 不然这样啦 我个人都答应你 你要我脱西装 脱衬衫 脱外套 我都答应你 真没看 可是只有我而已 我们的党都不支持我 那你说民众党 当然不会要游锡昆一票 还要游锡昆一票干嘛 反观韩国瑜跟这个江启成 他没有答应什么条件 他说国会改革我们一起来 那这个就是 大家有维持到基本的高度 可是他讲了一句话 才是民众党真的要听的 那些什么改革 我说都是玩假的 被人讲什么 照顾小党 为什么要照顾小党 立法院里面还有很多支援 立法院里面的党团的运作 工作费 立法委员的出国的经费 考察的经费等等的 这一些院长都有分配权 所以为什么他改革里面 前三项都提法案 最后一项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 定期公布经费 他又知道你立法院的经费怎么花 有没有我民众党的一份 你说这两个照片非常重要是 站的位置 你说今天黄国瘡在这个11位 今天在这个下午也站7位 黄山站在旁边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路线的高下立判了 当这个站位出现的时候 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你说当这个位置出来 游戏结束了 就是蓝白河99%的几率 绿白河只剩下1% 因为早上上午看的时候 我还想说好 因为黄国昌他主打的是什么大棋 反绿大棋 所以今天由黄国昌从门口 他还不是在楼上 门口一路接着韩国瑜 然后揉揉抱抱的 然后一路到楼上去 那个时候谁在旁边 黄山山是在边边啊 所以黄山山只剩下一个功能 就是什么代位元 江体诚你站这 你站这 插威的 插威最高的 那这时候我想说好 那我们等到下午来看 下午总会有不一样吧 如果下午是由谁出来 黄山山出来迎接游戏 那就代表没有哦 民众党内部还没有定见 但当今天主事者 也是由黄国昌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存定了 包里哥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过去有没有黄国昌 当情角度 从来没有好不好 有黄山山在 哪有他的份 对 黄山山连柯文哲在 他都要站C位 不是而且重点是 黄国昌拿个麦克风 看到黄山山的脸色 又预言而死了 对就今天黄山 完全退居二线嘛 连游西坤来也这样嘛 所以这个画面再跟你讲 现在在民众党内部 是由蓝白河 也就是反律阵线胜出嘛 那你说这个 对有没有柯文哲的受益 当然有嘛 你今天没有柯文哲的受益 黄国昌凯演这出大戏吗 所以常见人还是柯文哲 那好 再来回问到第二个问题 讲完这个民众党作为一个主体性 那我反问一件事情 你讲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韩国瑜 今天韩国瑜跟游西坤 你知道最大的差在哪里吗 动员党团的能力 韩国瑜有没有能耐 可以去动员党团 有 当然有嘛 傅昆其一一已经输赢给你看了嘛 我对于国民党党团 有实质影响力的哦 我有power的哦 我今天你让我当院长 未来照顾小党这件事情 我是有拳头可以做到的 但是反过来 游西坤 游西坤能吗 真的没有办法 柯建民还在外面叫嚣 一边他去拜会的时候 柯建民在那边 呃呃呃呃 什么宿舊声明 我才不要去咧 看我去以后多难看啊 不代表我 还在外面怎么办 你说这个蔡其昌脸色能好看吗 我一个新潮流少主 然后陪你游西坤老人家去 然后明明知道说 这鸿门业明明知道说 走个过场 那老柯在外面一边叫嚣 所以游西坤这个代表哥 你知道有多惨啊 好 到另外就是 今天晃三三在跟韩国瑜退化的时候 你说有一个耐人学问 他说 哎 叫你们国民党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对 这个过程是这样子 哦 因为韩国瑜叙当然像破冰嘛 你以为他只有爆爆吗 他动作很多嘛 那大家原本是在讨论改革的问题 将几成报告 将几成说 哎 这些都四项 我们五项 承诺 跟你这个差不多差不多 就大家在讨论改革的时候 忍不返红酸酸冒出一句话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这些内容讨论啊 他突然说哎 这个韩国瑜委员啊 哎 可不可以约束一下你们党内同事 不要再来攻击我 大家身上瞠目结舌 理论上我如果被你这样一问 我真的是哑口无言的 大家气氛融洽的时候 你突然来这一招 而且关注的还不是人 是我自己 不要攻击我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但韩国瑜的回应超妙的 你知道韩国瑜怎么回应吗 哎 杉杉你委屈了 哎 杉杉委员你辛苦了 但你看看旁边的国常委员嘛 他修理我修理最多嘛 谁没有被他骂过 这没事嘛 一笑明恩仇 然后韩国昌现场踢了 哈哈大笑 他笑到脸红 太离谱了 怎么这么好笑 就这样子 所以就这件事情就起了 但我不仅访问一件事情 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东西 对黄山为什么问这件事情嘛 我后来去刷黄山脸 是我懂了 因为他真的会怕 他怕 黄山脸怕 怕国民党攻击他会痛 反正跟你说怎么可能 那我访问一件事情好了 一般我们如果遇到狗 在路上废我们会怎么样 不理他 遇到有人在骂你 你不在意你会怎么样 我根本不甩 黄山脸书做什么动作 他很提告 他说你每一个指责 攻击我的人 我都要提告 所以显然黄山脸 对于这些言论 有没有在意 在意 非常在意 而且这不是陷于 政治层次的攻防 所以显然 这就如同他当初 在黄金会的时候 关心说我哥哥 潜见国照一样 他现在 为什么要这样 对韩国瑜讲 代表我真的很在意 你能不能拜托他们 不要再骂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所以这是他心中的一个 很希望韩国会把他解决的问题 这比起什么国会改革 对他来讲 更务实 这个层次更显著 因为他 大家知道 未来即便政的阅长 投下去了 黄山脸会不会继续被骂 当然会 继续骂你绿白尔 继续骂你小绿 因为还有很多议案 大家要去处理 对 现在对于黄山脸 真的有这么大的压力 压到今天台制中场合 居然说你不要再打我了 他讲的就是你吗 还有就是这样 现在台北市政府真的有很多 贺文哲 黄山脸的资料 会一道菜一道菜的端出来吗 其实上个礼拜 我遇到韩市长 我已经跟韩市长说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最近 常常批评黄山脸 让你困扰了 让你在争取的时候困扰 因为我已经听到 有人跟我讲说 黄山脸要去跟韩国瑜抗议 说你怎么 叫我怎么跟你支持这样 所以我上个礼拜遇到 那个韩市长 我刚才想说不好意思 我有时候真的忍不住 该讲的就想讲 因为我讲的都是市政有关的 市政里面的弊端 还有不是屁股擦不干净 是他没擦 没擦 所以 所以选前的时候 选前的时候 其实选前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 每一次黄山脸在骂别人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想回说 不对啊 这件事明明你们就这样干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骂别人呢 所以选前的时候 很多人已经一直压我 一直压我 说现在在谈南百合 你不要讲了 你不要讲了 但是我也怕说 我选前讲的时候 被人家说 你就是来影响柯文哲选情的 等等 但需要选后总可以讲吧 市政有问题的地方 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还是一笔一笔要算清楚 所以我之前就听到有人来告诉我说 黄珊珊准备去跟韩国瑜 complain我 这个行径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时候黄金会的时候 黄珊珊跟金普聪明明要谈的是说 蓝白要怎么合作 什么搭档啊 到底是全民调还是开放式初选 明明谈的是程序问题 怎么会谈一谈 变成把金普聪说 你们是不是要查我哥哥 这个是一样的嘛 人家在谈正事 你在谈家里事 你不能说刚好你们现在有这个立场 你就可以趁机开始开条件 说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的市政 我觉得一码归一码 那今天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非常的安心 因为站在主接待的人 都是黄国昌 不是黄珊珊 虽然她是不分区排名第一名 因为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 大家宁可跟黄国昌沟通跟合作 因为黄国昌比较稳定 她个性比较稳定 黄珊珊不稳定 我觉得黄珊珊很坏道 而且很情绪化 开门前跟开门后 她讲的话就会不一样了 那这样很不稳定的状况底下 就是今天闭门没有关系 我们拍开了门以后 然后大家离开了以后 第二天黄珊珊又在脸书上讲 昨天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对口是 由黄国昌当主导的时候 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马老师最近聚会好多 吃太多大餐 好怕健康亮红灯 有没有什么保养攻略可以分享一下 柴薇我跟你说 我最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 非常夯的 Gal红橘零虾油 它有四大优点 它是专利萃取零虾油 红橘萃取 葡萄籽专利萃取 三合一黄金比例 调整体质 促进健康 而且我上网看了一下 发现它是由台湾中油生技所团队所研发的 整个比例都有经过独特的黄金搭配 你讲对了 这是它的第二大优点 临床实验 你吃了八周之后 总胆固醇下降19%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了26% 还可以复进新陈代谢 我吃了之后 体力精神都变好了 马老师什么族群适合使用啊 我特别要规劝 外食族压力大的银法族 你们一定要吃 各位 它居然通过了 SNQ国家品质标照 还经过了SGS检验合格 最重要的 它居然拿到了建字号 想获得给奥红麒麟虾油独家优惠 请参考下方的资讯栏连结哦 各位观众 吃得安心 吃得放心 我的选择 你的最爱 宇雪 你老实说 蔡壁如已经被发配边疆了 他已经不在柯文哲的核心了 没有啊 人家今天就用了这张照片 我到了台中 我到了台中 还特别把柯壁 那个蔡壁如找来 我把蔡壁如找来 他在我的身边 两个人讲了很久 我要跟你要先了解 柯文哲对蔡壁如的心理状态 什么心理状态 蔡壁如是唯一提出他做什么 否决起的人 所以代表对他知根知底很了解 那蔡壁如我们先前跟他好人过 他会是最大一个潜藏危机是什么 很有可能如果他反水 会变成最大的柯黑嘛 所以柯文哲看到蔡壁如 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 爱恨交错 哦就是说我这个食之无畏 但气质又可怕 就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所以当蔡壁如不断的提出呼声 从念子到昌慧 到一而再再而三 他的发话 而且说他无法跟蔡壁三合作 对他的叫反是在跟谁听的 跟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这时候跑过来找蔡壁如 他只有一个用意 他要去安抚他 当然说希望说 你说这个动作是安抚动作 对嘛 但是有没有到位 我就讲一个点就好了 过去柯文哲跟蔡壁如 如果两个人要谈话 要密室协商 柯文哲最爱嘛 闭门密室协商 他说没有密室都是走过场 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认真要去跟蔡壁如 好好的沟通未来 但今天这个不是耶 瓜哥今天那是九分钟 然后再站在路边 沈鸿 然后沈鸿还给刚好 被媒体野生捕获到 我才不相信啦 什么媒体野生捕获到 这是刻意拍给人家看的 摆拍 这是摆拍 因为柯文哲每次摆拍 习惯性的手势跟动作 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拍背影 像蒋经国这样子 这柯文哲是习惯嘛 那我觉得蔡壁如 想也知道这件事情 但也不以为意 但为什么柯文哲 要把这样丢出来 他要跟各位 所以观众朋友 告诉一件事情说 我跟壁如之间没问题 他为什么要表达这样的讯息 因为当然 他如果跟蔡壁如出问题 那就大问题 因为第一个 蔡壁如代表的是什么 他党内的二把手 第二把交椅 再来第二件事情 蔡壁如代表的是 蓝白河之间的那座 沟通的桥梁 再来第三件事情 请问如果蔡壁如受伤 柯文哲会不会受伤 当然也会跟着受伤嘛 所以你一直想说 他心里面最大的噩梦是 当有一天蔡壁如变黑黑 那就可怕了 那我就问 现在蔡壁如跟他跟他关系 是不是若即若离 那是由谁发动的 蔡壁如发动的 蔡壁如不断的complain 说主席都不来 主席都不照顾 都没钱 然后主席如何如何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看到这些 紧急讯号亮红灯 会不会觉得很害怕 当然会害怕 他会怕蔡壁如 怕死了好不好 来到这边还怕说 变成分走擂台 想说壁如没事吧 我们没事吧 我跟会报告 今天柯文哲说 我跟蔡壁如 你从两个人讲话 全市的态度都知道 我跟他聊台中未来的发展 9分钟能聊什么台中 我跟会讲 他绝对只问一件事情 啊壁如 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你要在哪里 他在问一件事 你到底是鲁秀人还我的人啊 柯文哲想要问蔡壁如的事情嘛 区别敌我 就这样一句话嘛 那你看蔡壁如怎么回答他 蔡壁如说 没有啊 聊天聊地 保健哥这句话就糟糕了 我如果今天跟你说我聊天聊地 代表你什么事情 什么都没聊 我跟你没话可聊 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天气不错啊 哎呀这个地板有点丝啊 这不像话嘛 所以显然这一局已经证明了 柯文哲现在在面对蔡壁如这一盘 他去一下风 而为什么我说蔡壁如站到山峰 而且蔡壁如已经取得他要得到的胜利了 来 各位蔡壁如最想要得到的胜利是什么 他在脸书有写两件事 第一个区立委你要给我们重视 要来发展 柯文哲有没有重视他 有下去了 赶快去了 哎见了他虽然把名字写错 但是至少还特别约他单独出来谈 对不对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路线之争 定谋嘛 民众认谋定谋是什么 应该要绿白盒还是蓝白盒 就是反绿还是反蓝 那就今天谁赢了 反绿赢了嘛 因为黄国昌笑得很开心嘛 跟韩国瑜抱在一起嘛 整个路线定调 黄珊珊已经退居 旁边没有站在C位了嘛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怎么看怎么怪 你说蔡壁如的最新脸书 对对对 在我们录影前半个小时前 突然讲说天气很冷 踢足球好过瘾哦 好好玩哦 跟国小生踢足球 我想说有值得发脸书吗 我看到最后一句 我终于懂了 大朋友胜小朋友胜之不武 交流 保险哥这什么意思 我在柯文哲旁边30年啦 跟你这个刚来了 你还浅啦 我们今天蓝白盒路线 柯文哲听我们的刚好而已 最后再补一句 太久没运动 纯粹交流运动 动动动的好 我写第一子的名号 混江湖混多久了 你黄珊珊那时候 还不知道在哪里 跟你刚好过招过招 没有真的动杀招刚好而已 所以说 这中间有这么大的声音吗 还有我本来也 我本来看到这一张我很感动 他们两个人主仆二人 见面了 而且拍这么具有生意的照片 搞了半天是摆拍 搞了半天柯文哲是很怕 蔡碧如离开吗 我只觉得有一点 虚鼻啦 虚鼻 就是曾几何时 蔡碧如是柯文哲的 心腹中的心腹 从他在台大医院一路陪着他 一路到地下室也陪着他 然后进军到北市府 大家知道柯文哲刚进入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也没有班底 唯一一个班底他自己说的就叫蔡碧如 蔡碧如每一天为他杀尽杀出 扮演雪滴子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但是曾几何时沦落到说 他只有在路边才可以看到柯文哲 两个人要讲话要在路上站在那边 找一个小地方站在货柜旁边讲 这真的不合理吗 真的很不合理 原本蔡碧如找柯文哲在过去在市府的时候 只有蔡碧如可以进出市长室 随时跟柯文哲面抱基宜 蔡碧如在民众党的角色 也算是这个创党之母的角色嘛 他要跟柯文哲讲事情 还得等柯文哲南下寻衅 然后两个人在路边找个地方谈 都不能在餐厅里面谈 不能在房间谈 不能在民众党的办公室里面谈吗 所以我看到是觉得有点虚鼻啦 之前蓝白刚分的时候 刚确定不合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25号那一天 好像就是25号还是26号 柯文哲整天没有行程 然后说他在他乞泥当中 然后那天我遇到蔡碧如 我说你要跟他聊一聊啦 柯文哲现在心里一定很慌很乱 他之前就是被那一些人 听信残言被包围住了 那蔡碧如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现在也联络不到他 他也找不到他 不知道怎么跟他聊 我跟他讲说 我觉得就算你晚上10点打给他 你也要打给他 他现在需要第三个声音 那显然这第三个声音 从来没有进到柯文哲的耳朵里面 要不是尾牙事件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大概也不会 也不会理他 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到台中去 然后蔡碧如最近讲一段话 也非常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大家知不知道 黄珊珊也好柯文哲也好 不断的抱怨 说都是外面的人在见缝插身 都是媒体都是名嘴 不断的在谈论民众党 然后在那边造谣 甚至黄珊珊还写了一个脸书说 他们已经在收集证据了 谁造谣就告谁 但是蔡碧如怎么说呢 蔡碧如说 党内同志不该以而传而 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党内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纪律委员会 应该出来讲这件事 他已经告诉我们说 不是外面的人讲的 就是我们民众党自己在内斗 自己在党内里面 纪律委员会应该要出来 是党内的人放的 很多的东西都是党内的人放的 所以现在民众党到底出了什么事 看着蔡碧如 我就想到古时候的岳飞 你知道吗 在前线作战 已经缺兵缺粮了 然后要求救 那个回朝求救 又被这个大内总管挡住 然后一天到晚告诉这个皇帝柯皇说 我告诉你蔡碧如有叛变之心 蔡碧如有叛变之心 你看他找了韩国瑜 你看他跟卢秀燕那么近 然后柯文哲就是一天到晚 被他大内宫里面的这些残眼给包围 然后让蔡碧如一个人在台中孤军奋战 蔡碧如如果选得不好也就罢了 还不会招军纪 偏偏蔡碧如很好 对 所以民众党里面或是柯文哲里面 或是黄珊珊 对蔡碧如的忌惮 就像刚刚雨萱说的 又害怕了 哎哟 原来你没有靠我 你靠国民党你选的这么好 那你会不会想要靠过去 那你以后会不会不再需要国民党 不再需要我柯文哲 所以现在确实我觉得柯文哲对于蔡碧如 又爱又怕 又希望他继续留在民众党 可是又怕他一走了之 然后蔡碧如就干脆告诉你 我觉得台中比较温暖 我要留在台北 我车子也买了 房子也准备买了 好 我知道 林卓水今天突然丢出了一个东西 她说曲兆祥分析 黄珊珊代表民众党发言 就像是柯文哲的替身 她说没有 她说你看最近一连串的撕毁六项协议 在军越发言左瞄右瞄 蔡碧如不能参加尾牙 她说根本柯文哲是黄珊珊的替身 左选是这种大师级人物 她怎么会突然间就关心 黄珊珊跟柯文哲 谁是替身 替身是谁 对 这个是很奇怪 她也不会关心这种小事情的 这个太小的事情 她突然间关心这个事情 换言之长 她这个文章的背后 有她其他的动机存在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今天听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黄珊珊到立法院之后 她自然就是会跟这个柯文哲的关系 会逐渐地慢慢疏远 对 因为她的重心会到立法院 那第二个呢 她也确实 她也非常头痛 柯文哲也很头痛蔡碧如 那蔡碧如最近帮我惹了很多麻烦 不断用民间很多声音 点出很多所谓的民众党的权力矛盾 对 那这个权力矛盾在就立过年以后 也会告一段落 因为我所知道 蔡碧如也会在台中安定下来 安定下来之后 她就会跟这个柯文哲也维持一个 远距离的一个美感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换言之讲 在过完旧立年或2月1号以后 这两个女人对柯文哲的影响力 应该都比较衰退 而相反的执行她任务的 就是周渝秋当她的秘书长 她就会回到一个她的小朝廷 来掌握她的运作 这是目前最新的情况 好 回到您刚刚讲的问题 为什么左水关心这个事情 关心这个事情 又加上刚刚这个 雨萱关心这个问题 跟这个淑慧提到 为什么今天 这个黄珊珊会讲说 请国民党不要骂我 不要再打我了 国民党不要再打她的原因 是她出自于她先打人 她打遍全台湾的重要人物 搞得大家都要非打她不可 她先挑衅闹事 但是在520之后 她就没有力量了 所以为什么柯文哲 要把她摆到立法院 要慢慢慢慢跟她 渐行渐远的原因 包括今天的这个画面 你看到的 她都由黄国昌来主导 这个立法院 这个一定是柯文哲拍板 因为今天脖子 不可能是这种情况 就是今天一定是 黄珊珊在这边 因为照理讲 她是不分区第一名 应该是 她是门面担当 不 你看她前两天 黄国昌的对她的 恭恭敬敬的 而且在她面前 捞得像小弟一样的 怎么突然间 她变成 黄国昌变老大了 变成党团总召 党主席的身份出来 所以这里面 权力的这个态势 产生新的变化 而她今天卑微到 请国民党 不要打她这件事情 可是我告诉你 国民党承诺这个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会打她 还是我要打她 我会持续打她 国民党怎么能够控制我 而我打她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我讨厌她 我是因为配合 赖清德的政策要打她 这就配合赖清德 当然是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现在要 因为你知道我们媒体 如果有爆料的话 本身是大加分 调查报道 而且媒体的调查报道 如果达政成功 才有意义 对不对 每天骂了一大堆人 每天都很刮躁 结果没有一个人垮台 大家每一个人 观越做越大 我不是变成神经病 对 可是我已经看到 我们今天的新的总统 准备要出杀招了 他要出杀招 对啊 他开始要谈调青年嘛 谈调青年 我第一个 刚好你们这个主仆二人 柯文哲跟这个黄珊珊两个人 有那么多的疲漏可以打嘛 所以我就借了这个大的风 起风了嘛 往这个起风的方向 去打贪腐了 把柯文哲跟黄珊珊 列为我的主要工作目标 也是迎向未来的主要的风向 好 另外就是 今天对台湾非常熟悉的 一个日本的媒体人 野岛刚 他真的非常想说 大家都忽略了 柯文哲的角色 柯文哲的角色 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单纯的气中宝台 不是 是整个台湾内部 内部社会的一个矛盾 他说 中国已经注意到了 而且中国在未来会投入 更多的资源给他 对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 北京非常注意 台湾第三势力的产生 柯文哲就代表的是第三势力 他跟以往的第三势力不太一样 以往像宋楚瑜 他们是从国民党分出去的 现在他不是 他是代表一个什么 台湾新的年轻人聚集的一个对象 那他有别于以往 就是说这些年轻人 可能他不是支持国民党 但是他要不要去支持民进党呢 北京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台湾未来的年轻人 继续支持民进党 因为你让民进党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难以处理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颜岛刚判断的没有错 而且北京观察的就是现在这个问题 他也提到一点 就是国际社会常常把焦点关注在说 美中台关系或是中日台关系 未来什么变化 其实不是 他应该要更关注台湾内部 这个柯文哲的现象的出现 到底会对台湾的政局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提出有两点 跟国际社会观察不一样 一个就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议题 两岸是在民生议题以后的 后面的 也就是说 民生议题优先 对 民生议题优先 这民生议题是谁关注的 就是年轻人关注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认为说 第一个 他要关注到年轻人的走向 未来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问题他提到了 就是说柯P和所谓的民众党 他在整个台湾的政台上面的 运作的价值 其实是被北京看到的 所以这个北京未来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会继续投资这个柯P 或者是投资这个民众党 当然现在柯P 他就是在耍招数给北京看 我认为他也在骗北京 我在跌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北京怎么会来投资我 怎么会来支持在我这边呢 因为至少他怎么讲 他其实 北京看到的是国民党 不断不断一直在往下走 年轻人没有去支持国民党 大概都老年人 那年轻人在哪里 年轻人是台湾未来希望 如果距离在柯P这边的话 就足以有更大的力量 可以对付民进党 所以现在北京就是说 未来投资柯P的 这样一个走向是对的 但是北京必须要很小心的是 因为柯P常常翻脸不认人 常常会骗对方 所以如果说 他谁都骗 对 谁都骗 连北京都骗了 所以就是说 他现在北京必须要小心了 这一号人物 他能不能代表 真正的领导台湾的第三势力出走 而这个有别于蓝力两党之外 丘杰森讲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今天看到这张照片 也太写实了吧 而且你说 这就是江湖 对 今天看这个照片 可以看到韩国瑜 非常的冲动 非常的热情 直接抱上去 可是这个东西 可以看出韩国瑜 真的是江湖的历练 非常的深 这是江湖 想想看 这个黄国昌 他是怎么成名的 怎么上位的 用咆哮的语气 杀了谁 杀了韩国瑜 一路杀 一路杀 然后把自己推到最高点 你看到今天这个大 一路跟他摸 把扑的 以后你再怎么嘲笑 以后再去杀谁 以后你的小草会怎么看你 今天民众长把这个黄国昌 推出来 当这个闯老街之后 以后没了 没了 以后你就是来负责 跟人家瞧的人 你就再也不是不许的 你不要在网路上面 太夸张了 太离谱了 你再喊就没有用了 因为你已经被收编了 他角色转换了 对 你角色转换 他不是不许的 对 以后你要找谁去杀 你要找黄康山去杀吗 你要找后面陈道智去杀吗 没有了 民众长没有不许的 以后你在网路上面 你想要再化罪的更多 就没有了 跟我杀民进党可以啊 已经给弄下去了 所以杀民进党是一个方向 是可以的 但是以后你要去杀 国民党这些 或是你以前杀 以前他杀韩国瑜是怎么杀 越杀声量越高 越杀声量越高 而且国民党有个好处 不会反手 不会反手 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今天就是民众党最快乐 最光荣的你看哦 两个大的党团 两个大的公司 都来这个地方 好像你今天当大哥一样 但其实我看的完全不是这样 你看什么 你看哦 以前哦 如果要有人通缉犯 要负责公司去杀人 会拿到一笔安家费 然后呢 在他动手之前 极尽光荣 小弟就变大哥了 你在动手杀人 继续关之前哦 谁都要来拜会你 谁都要来给你杀子 真的吗 为了公司做事 你看今天民众党 就是这样子吧 把国民党叫来 哎呀 国民党就来了 对 民进党叫来 民进党就来了 对 蔡奇昌这个样子 像是来开会的吗 小弟去出任务之前 对 小弟绝对出任 杀人开枪之前 没错 所以我的老大都会给你挨杀子 挨杀子一下 你看蔡奇昌不想来也来了 你看这个脸 臭噗噗噗 你觉得他今天是来开心的吗 那就是知道说 今天就让你帅一下 你今天民众党最后的荣光 小弟杀人之前 最后可以爽到什么时候 2月1号 你想想看 这个我看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哦 一个人 谁会去抽到这个生死天 一直在这个里面 没有太多角色的人嘛 那你今天 就是让你帅到2月1号 2月1号 你今天这个8张票你要怎么投 你今天8张票投完之后呢 以后这场面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没了 小弟你开完枪之后呢 你只能干嘛 坐牢 坐牢 你已经进去关了 那这个刑期也串述完了 刑期就是4年有期徒刑 这4年在立法院 民众党玩不出新花招了 真假的 民众党没招了 你今天来看一下 你今天也叫这个 蓝的也来 也叫绿的也来 那蓝的绿的都来了 你就要票怎么投 你要是两边 一人投4张 你也不用玩了 你今天还是投蓝的 以后你就是小蓝 你投绿的 以后你就是小绿 如果你今天玩得更 玩皮一点 你就8张 两个叫来了 我投自己 你要不要整笑 对啊 你也不用亏醒啊 所以那今天来讲的话 玩到什么时候 玩到2月1号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整个站台 是标准的 实质三党不怪办 在实质三党不怪办的状况下 不但在立法院 在各个领域里面 看起来会厮杀的 非常的激烈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把焦点 放到了这张照片 也就是韩国瑜 跟黄国昌的拥抱 两个人以前视如水火 两个人是在天平的两端 可是没有想到 今天居然拥抱在一起 拥抱在一起 好 或许会代表 蓝白未来在立法院 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而这个合作的空间 对于民进党来讲 会造成极大的压力 可是大家可能会得到 赖清德 可是赖清德最近 他所说的话 他的动作也是火药味十足 也是杀气十足 我们看到 他今天讲 不要忘了民进党 清廉情政 爱乡土的创党精神 他讲为什么没选好 是因为 没有特别留意 创党的精神 小事没有留意 他讲 任何出现 涉及清廉的小事情 就会减少一分力量 他讲 如果民进党 清廉有问题 是谁的清廉有问题 是蔡政府的清廉有问题吗 如果是蔡政府的清廉有问题 那蔡英文要负担责任吗 现在等于说 你是继承蔡英文 来接任这个总统大位 难道你会质疑 蔡政府时代的清廉 职业蔡政府的清廉 你会出手吗 如果你的出手 如果你的出手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效应 那个对未来 也就是 不管对蔡英文总统 现代政府 不管对于我们看到了 柯文哲的政府 或者对于国民党政府 你只要想 习近平怎么起家的 而这个反贪府 也会变成 未来台湾的主选率吗 好 这一段里面 专栏作家吴坤玉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会议 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到我们今天讲 看到了黄国桑跟韩国瑜 两个拥抱 拥抱当然是对民进党 丢出一个很大的启蓄 可以说不是 你说 真的让你看了毛骨悚然 真的让你看了心惊胆掉 让你觉得 未来那个可怕的轴线 是赖清德的讲话 赖清德最近 不断地在讲 要回到创党精神 要求清廉 要求清廉 他会真的像吴董所说的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反贪腐吗 真的 整个台湾的政坛 会腥风邪雨 血流成河吗 没错 今天早上的这个 黄国昌跟韩国瑜的拥抱 或许可以述说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在立法院 大概院长这一席 会互相的合作 但是呢 其实民进党 已经不管那么多了 不管那么多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 其实你看 赖清德到党团的会议 他亲自出席 他讲了非常多 他说什么呢 我们不要忘记 民进党的创党精神 清廉勤政 爱乡土的精神 他还同时说到 没有留意 他说蔡英文的总统 认计很好 但是为什么选成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特别留意到 创党的精神 一些小的事情 没有留意 这个是戒指蔡英文 蔡英文的政绩好不好 蔡英文的政绩好 可是为什么还学很困难 因为没有留意创党精神 对 小事情没有留意 什么小事情呢 他说每出现一件 牵扯到清廉的小事情 就会减少一分力量 中央政策的推动 就会出现更大的困难 你看他这几次 屡次到立法院里面 都讲这个 你们有这个清廉的问题 那同时还说 要求你们不要应酬 什么之类的 哇 他对于这个党团 是要求的纪律 相当相当的严明 卡楼梯都不能唱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他现在 接下来来说 他打贪绝招 我们知道事实上 任何一个总统都是一样 他只要能够 赶 打贪 赶速贪的时候 绝对会让他的民调往上升 所以他讲了这么多 当然 他说 我们党内 留一些小事情 所以是不是 未来假设民进党 出现了青年的事情之后 他绝对会杀无赦 好 我看到2月1号 新的立法院 还没有就职的时候 是 民众党 很多国党 已经开始拔刀相向 看到520 赖清德也还没有就任 对 也拔刀相向了 对 事实上民进党 现在已经团结起来 尤其是这样 你看这个 如果赖清德 高举反贪腐的 这个大气之后 你看有谁敢唱丘 我如果 我这个权力这么的大 另外一个什么 他今天也传授了很多 他在这个会议里面 讲说 当初曹操也大 我也是这个党船的 盖史上 实际意识他 不太在意 所谓国民党 跟这个民众党 假设真的合在一起 但是当然了 下午大家看到这个戏 都知道说 其实民众党 原本已经 增值已久的路线 到底我要庆绿 我要跟绿合作 还是跟蓝合作 从这张照片来说 你大概可以看出端倪 他们可能选择 跟国民党合作的几率 是比较大的 而且事实际 你说 从黄国昌最近的讲话 还有他今天的动作 是 感觉黄国昌跟绿 已经势不两立了 而且我觉得这是 演一场戏 演一场戏 要找一个所谓 支持绿的这个借口 是什么 你看 事实上最早最早 举出所谓的 反这个绿的大旗是谁 就是这个蔡壁如 你看蔡壁如都说什么 你看 他说 我跟这个蔡其昌 在海线战道 你死我活 你还要支持他吗 所以他就讲了 他其实是最早 讲出这样的 其实后来 最早发难的是蔡壁如 紧接着下来是黄国昌 黄国昌就讲了 他就说 他在这个馆长的直播里面 细数四大什么 他没有改革 然后从他 主持会议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滥用权力 但第四点最重要 他是新潮流派系的人 但他讲这么多 他跟这个蔡其昌 如果你仔细看 他跟蔡其昌之间的恩怨 其实他细数蔡其昌 四点也没有多严重 而且韩国瑜跟黄国昌 两个拥抱 是有多大的意义 从这张照片看出来 两个人以前 是势如水火 是你死我活 如果我要把势如水火 你死我活的敌人 来拥抱的时候 代表另外一个敌人 更可怕了 没错 韩国瑜跟黄国昌 两个人 本来就是势如水火 之前一阵子的时候 柯文哲问到 他们两个互相 他说我很难想象这个画面 今天让你看到这个画面 还抱在一起 而且他们两个还抱在一起 还很开心地 这样抱在一起的这个画面 好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有点似似而非 或着似似之非的感觉 因为第一个你看这是2020年的时候 你看这是黄国昌当时 你看2020年 他说我站在这个西罗大桥 杀死的这个 西罗大通杀死的这个旧址 我尽尽地告诉自己 如此腐败的政治 必须彻底扫荡干净 他当初讲的就是韩国瑜 你现在居然跟他抱在一起 所以有人在这个网路上 当然就说 I could solve他 不过你知道 他跟韩国瑜之间的这个 怨恨这么这么深 两个居然都能够合在一起 我们就讲能够让两个水火不容忍的 合在一起 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敌人 更大的敌人 显然就是绿军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从这些动作 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至少在立法院这一局来说 绝对会跟绿军 站在一个对立面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 现在大家都已经把武器准备了 未来四年不有无宁日吗 当然我们就要讲 事实上这一次来说的话 这个黄国昌也抛出所谓 单一遭尾这件事 你看单一遭尾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出来 国民党目前是没有对这件事 有任何的反应 但是你可以看到绿军 绿军的反应是完全都是反对 从这样 这个今年的时候 这个游锡坤 曾蔡其昌 他们丢了一个文件 就是说 我们回应你 那游锡坤只能说 我是用个人意见 可是你注意到 从下午开始 这个所有的政论节目 绿军的所有人 几乎都完全都来骂他 骂游锡坤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甚至还有人说 游锡坤你战力太弱 你如果没有选招就辞职 你知道现在民进党的内部 其实他们某些声音 他们也不要跟民众党 如果你这样的要求 无法忍受 无法忍受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现在整个气氛已经非常清楚 相较于下午 你可以看到 游锡坤去跟蔡其昌 去这个下午 跟民众党拜会的画面 你对比上午 这个他们跟国民党之间的融洽 事实上这个民进党 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 是有点冷冰冰 那就连最后人家说 要不要学上午 这个蔡其昌 跟这个黄国昌 两个抱一下 蔡其昌就跟他说 不好意思 我只跟老婆抱抱 我们握手就好 你就知道说那个气氛 其实你看也看得出来 民众党的路线 其实已经相当相当明确了 当我们大家今天都注意到 黄国昌拥抱韩国瑜 而且 等于说两人过去是水火不容 两人过去是死敌 竟然可以进去前嫌 代表一个更大的敌人 而这个更大的敌人 民进党一定会受到 这两个人极大的挑战 你说没有 更可怕的是 今天赖清德也知道他的处境 所以赖清德出手了 赖清德出手非常恐怖 是他直接挑战清廉 挑战什么清廉 他连蔡英文政府的清廉都敢质疑 如果他连蔡英文政府的清廉都敢质疑的话 那他的刀会杀在哪里 这个反台府的路线会攻到什么程度 接下来会整个天翻地覆 血流成河吗 赖清德当选总统 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出新潮流 他退出新潮流 他又准备当民进党的 全民进党的总统 准备当全民总统 那他当全民总统的 唯一的政绩 在最短时间 是在520之后 就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 就是反贪腐 反贪腐来讲的话 一定是前朝贪腐 他会抓吗 当然百分之一百 但一定要杀全朝 所以他现在讲的 他现在讲的就是民进党 他有讲别的党吗 没有 他每出现一件 总统詹英文的政绩非常好 但是民进党仍然遭遇 相当的困难 这其中一个原因 没有特别留意 创党精神 创党精神 清廉情政爱乡土 对 然后后面讲的更简单 每出现一件牵扯到 青年的小事情 就会减少一分力量 完全就讲青年 没有讲别的 没有什么爱乡土都不要谈 就是青年是他的第一项 最要紧的一个执政目标 换言之上520之后 就开始就砍了 就先搞青年 所以说如果青年的目标 还继续背在他的身上的话 他翻不了身了 对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青年是他的包袱 在选举中间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包括新潮流给他带来的包袱 他也背负了这个 背负到他现在这个 选票流失的事实 所以这个他通通要翻转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不把他快点 快速在他的短时间之内 把他民调拉高 七年的趁机做出来的话 你认为他是四年好选吗 不好选 很困难嘛 所以他一定要大干嘛 他敢吗 赖清德在台南的政绩里面 他要抓这个反对 用司法上去 他的对手跟他司法上去 抓李全教 李全教 包括议长这个郭信良 通通都是司法 包括他现在 我都认为说 在台南就会是第一个示范区 台南可能会先动手啊 台南我听到消息 台南会是第一个动手的目标 台南接下来会腥风雪域 血流成河 当然腥风雪域 前案因为选举而耽误的案子 现在会重新启动 对 我认为在这个 目前四个月当中的空窗期 台南就会动了 那当然一定是 前朝的一些的弊案嘛 对 前朝弊案他非动不可 他如果不动前朝弊案的话 他得盖花承受 你知道吗 盖花承受 是变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到时候我下一次选举 我哪能来打你啊 对 所以他不可能去盖花承受 前朝弊案嘛 当然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弊案嘛 他会打台北市政府 当然打台北市政府 科毕在去年12月8号 接受这个 蔡碧如的专访的时候 对 就宣布过啊 他说如果我选输的话 赖清德一定会清算啊 所以科毕就自己讲了 所以前两年监察委员 针对金华城提出了纠正 那只是一个企业报警告 我觉得全面性的 而且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了 就第一个科毕 他挑战了赖清德 四年后的总统 对不对 那白绿票本身的重叠性太高 同职性又太高 这个就是他 匹夫无罪怀弊 其罪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黄珊珊又宣布说 他两年后 他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对 马上要挑战到 这个蒋万安的这个权力基础 那蒋万安本身 对于本身的利益来讲的话 那蒋万安的个性上 也不可能去袒护你这个 前朝的弊案嘛 这两个都不合理嘛 所以蓝绿都会杀 蓝绿要合作起来 会杀柯P跟这个 跟黄珊珊嘛 所以黄珊珊今天跑去跟 这个 跟韩国瑜 跟韩国瑜讲 所以你的人不要打我了 请国民党人不要骂他嘛 国民党不是骂他 国民党是要颁他老底啦 好 那另外讲 其实有一个 等于日本的媒体人 野岛官 他其实对台湾非常熟悉 他跟民进党也非常骄傲 他直接讲 他特别谈到了柯文哲现象 在台湾柯文哲现象的时候 他说大家都以为说 这一次的选举 是美中台的关系 两岸关系 他没有 他来观察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支持 他说 因为年轻人对生活 对经济 对民进党的腐败 对土地的正义 还有候选人的支持 都无法忍受 这个日本人 有日本人的看法啦 其实这里面 真正的关键的变化 还是在蓝绿本身的 对年轻人的隔膜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技术性来讲的话 在技术性来讲的话 柯P确实他花了很多钱 在所谓网络上面的布局 包括连抖音 这个关键人 因为抖音是 民进党不准时运用的 社交媒体 不能碰 所以柯P就大量运用抖音 那国民党来讲的话 根本没有用抖音的条件 所以很多 刚好复杂在一起 然后还有在盖牌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 柯P今天最大的困难 是什么东西 就是欺骗 诚意的问题 他用欺骗的方式 取得这些选票 如果他用正确的资讯的话 他拿不到这个票 他骗大家说他是第一名 所以才造成很多人 误导年轻人投票给他 其实这是选举技术的结果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有改变了选举的 最后结果 没有 没有 所以四年后也是一样 他仍然是扮演一个 就是说尘世不足 败事有余的角色 但这个角色 那是你没有机会吗 没有 完全不可能 还没有机会 而且他扮演这个角色很糟糕 就是害人害起了以后 还招致到今天赖清德 对他的这个眼红 际遇要追杀 就是惹祸上身的主要原因 赖会追杀 因为他欺骗嘛 你用骗的方法嘛 如果你用正大光明的方法 来选的话 我就是第三名第三名嘛 赖就不会被 赖的票就不会被 那么大量的流动嘛 你用正当的手法来选举的话 赖不会追杀他嘛 你为什么要骗人干什么呢 所以欺骗是一个最坏的 一个神人共分的一个事实 宇宙 今天民众党跟韩国瑜的 这场会面里面 真的有一个非常突兀的场景 是讲着讲着 黄珊珊突然跟韩国瑜说 你们国民党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宇宙因为这个东西 是突典出黄珊珊的焦虑感 焦虑 我先问原本今天 这种在野败会的大戏 应该是由谁来主导 黄珊珊 她不分区第一名 过去都由她主导 就是由谁来主导 黄国昌 对 你知道为此黄珊还在脸书上 po一个限动 你知道她要干嘛吗 她就这样比 比 比 她摆这个怎么就说比 这个有什么意义 她的意思是说 我是指挥黄国昌 是我叫她去迎接的 她还想要电脑党啊 那为什么还要去电脑党啊 各位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黄珊在这 比他 她说你看手这样挥 她说来 国昌去 国昌去 她要证明什么事情 她是老大 我还有控制权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但为什么她要证明自己有控权 因为她内心很焦虑 焦虑什么事情 我们在会议上就看到了 原本会议宝就跟这要讨论什么事情 她说国会改革嘛 四大诉求嘛 五大诉求嘛 有没有 有 江启臣也讨论国会改革 连张旗凯都讨论国会改革 连林毅君连听都没听过 大家都在讨论的很热络 黄珊珊不发育 都没有参与这种过程中讨论 结果呢 到最后关头 她才忍不妨冒出一句话 说韩国瑜委员啊 可不可以麻烦你约束一下 你们国民党的委员 不要再攻击我了 攻击我了 这太针对性了吧 不是 那个话题里面 根本没有双方两个政党的攻防 他突然冒出这一句话 大家想象当时画面 现场画面是什么 大家都在大笑啊 哈哈大笑 气氛融洽 开玩笑 你浓我浓的 现场很热络 就你突然丢出这句话 就是什么 完全冷场的王嘛 结果韩国瑜你知道怎么回应他吗 说哎呀 珊珊啊 这个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哎呀你这段路程 我经历的比你还多 像我过去 你看被这个黄国昌 修理成这样子 那黄国昌还很高兴 哈哈大笑 笑得满脸通 那我们就反问了 黄珊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 抛出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丢出来 因为他已经发现自己玩过头了嘛 他先前一直在打国民党嘛 这是标准的 打人打Q人嘛 我先给你打 把你抛两棍 就是你跑过来要回击 我说不要啦 先不要为什么 因为现在时空环境大不相同了 我们先搞清楚 黄珊珊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 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赖清德要去打贪 赖清德要清廉 以及国民党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说是蓝白破绝的战犯 是小绿 是小英女孩 是促成在整个失败凶手嘛 这件事情黄珊珊解决了没有 没有 他原本为什么不需要解决 因为原本只需要跟一个人负责 这个人叫谁 柯文哲嘛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奇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要撕毁六点声明 为什么要当鹰派 为什么要跟小姐姐不断的攻击 找各种战犯 从媒体到政治人物 各种场域都是他的敌人 为什么 因为他展现自己 我才是你最忠诚的护卫军 柯主席 我永远效忠你 我是你的鹰派 而其他人等都可能是渗透 都可能是间谍 所以我为了主席 我谁都可以杀 当然嘛 这是展现忠诚 巩固他权力核心的最好方式 你说柯文哲有没有信他 有 有信得扶扶贴贴 三三说了算 当他小弟了没关系 但现在出现一个大问题啦 那柯文哲去了哪里 白哥我们今天讨论了一整天 柯文哲去了哪里 没有他的画面 在整个立法院议事工坊 这个最重要 大家讲的意外龙头的时候 他却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主体性很重要嘛 主体性现在就是不分区委员 那柯文哲是什么工作 有大安森林公园 他午夜游民嘛 他没有工作嘛 所以他才会穿着台北市长的背心 很害怕自己没有角色嘛 所以这种情况像 黄珊珊自然而然搞清楚了 如果说柯文哲拍板 未来立法院主战场 确实是蓝白河 要反律 这个非律阵线 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请问他的角色定调干不尴尬 尴尬 未来 这不是院长的问题啊 韩国瑜通过之后 请问招委民众党要去拜托谁 韩国瑜要去拜托谁 国民党 请问未来在提案法案 共同意识工坊要去找谁 国民党嘛 你已经认国民党当大哥了嘛 你以为国民党是塑胶吗 当然不是啊 你其实还是要透过韩国瑜 去跟党团沟通磋商 才有可能促成去提到你要的案子 才有可能促成去让你的招委 能够拿到一席两席嘛 所以这时候黄珊珊需不需要他的角色 不需要啊 他的定位变成什么 变成是累赘 变成是阻碍了嘛 所以黄国昌笑得很高兴嘛 而且搞不好还变成眼中钉了 所以你才懂了嘛 今天是不只是黄国昌耶 连陈昭之都加入反律了耶 陈昭之说什么 说对比傅昆吉搞我们笑名 民进党都不是有门不离不睬 我跟你讲啦不要以为讲那些什么 护台言论就能收买我 他脸书上写的啊 说你们展现了十足权力的傲慢 连陈昭之都反了 陈昭之跟黄国昌聪明嘛 转得快他们看得懂嘛 他们现在是什么政党 民众党了已经不是以前的 也不是陈衰扁了 也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时代力量 在民众党就要做民众党该做的事 民众党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反律才会有最大利益嘛 所以两个人 你看为什么今天韩国瑜左右互反 两梯梯两个人都叫他旁边 叫我 他们搞得清楚状况嘛 所以那这时候黄珊珊该怎么办 他没办法 他尴尬只能赶快跟韩国瑜拜托 先处理他跟国民党的关系 请求国民党委员不要再打我了 饶过我了 放过我好不好 他这句话是不是真心实意 这跟以前黄金会最大差别的 以前是与带动贺耶 是你需要我 现在是我需要你 喔啦 这个国瑜委员 帮我处理一下 不要再攻击我了 但讲白了 请问黄珊珊现在想要洗刷 想要洗白 想要转向跟国民党合作 容易吗 黄民党不会相信她的吗 当然不会 第一个就欣赏她 不会相信她 第一个就处理她 因为她小英女孩 跟民进党色彩太浓厚了 很难去解决嘛 所以你仔细观察 今天不只是国民党 包括连蔡吉昌来 游西昆来 她也没给好脸色 所以黄珊珊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角色转换 角色调整了嘛 但我就讲了 已经为死已晚 坏远 你也是老江湖了 你也是看见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疯疯疯疯 你说你也看到了 韩国瑜拥抱黄珊 而且两个人的表情 连你都吓到了 对啊 这两个原来是世仇 从2020打到现在 黄珊珊一直是绿的代表 然后深绿代表 一个是深蓝代表 那个不只是什么 相逢一笑闽恩仇这样子 他不是私人恩怨 结果两个人今天这样子抱在一起 韩国瑜那种爆发 那个是喝完酒以后 你是我兄弟啊 那个整个抱起来 光到海碰到孤政府讲的那句话 杜敬杰伯兄弟在 相适一笑闽恩仇 对 他们现在那个状况是这样 而且你没有发现 那张照片里面其实很惊人 尤其跟下午的 这个 对比 对比 你看旁边的黄珊珊 张奇凯 大家都笑得多开心 那个是 黄珊珊跟张奇凯 这两个人呢 他是藏不住的 我们认识他那么久了 这个人的 这两个人的表情是藏不住 你看他下午的那个跟 那个游习棺的照片 对 就是很僵硬的 傲独独那个 对 所以就好 就行礼如遗 好 那个早上有国国报 下午要不要有苍苍报 好 那大家 那个蔡奇商都说不用了 我只抱我老婆 对 对 我只抱我老婆了 那所以这个方向 其实就是民众党的定 这个方向 你觉得是定了 在这一局里面 大概已经 八九不离十已经定了 那 那没有对外说明 那 其实大家都 在里面在玩说 是反律 还是反来 还是什么东西 其实 他就是做一个场 然后过一个场了以后呢 最后拍板定案 叫做柯问哲 柯问哲还是在后面 对 操控一切 那黄珊珊她代表了 叫做柯问哲 她一直忠心耿耿 代表了叫柯问哲 也就是说 黄珊珊在这一局里面 她要扮演的角色 不只是甄嬛 那柯问哲身边 我是你的宠妃 我是你最疼爱的人 No 她叫做富豪 我还可以帮你 帮武丁 帮你国王大杀四方 去灭鬼方 那结果 所以我是你的御前戴刀 四比护卫 对 我还是 那不但是亲信 然后我还 我还这个是 可以帮你 大杀四方的将军 那 她想要办的是这种角色 可是这一仗 并没有成功 那 黄珊珊其实是 要帮柯问哲 背很多的东西的 所有的指责 到她身上去 她 我觉得她 以她对于自己的 那个民生的要求 对 那她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也就是说 黄珊珊其实是 很珍惜羽毛的 你说她今天 跟韩国瑜讲的这个话 真的是充满压力了 充满压力 而且她说 我们两个党 既然要合到一起作业 你们的人 什么林涛 什么每天对着我修理 这样也不好吧 那她其实大概的意思 是比较是这样子 是既然要合 大家她就要求和 就是两个党 既然要合作的话 那她才会提出 这种要求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 就是黄珊珊 她在这个 这一局里面 有一点冤 这我老朋友 帮她讲一点话 对 她有一点冤 什么叫冤呢 通常是这样子 那个我们这个 中国的政治里面 都常常在讲清军策 对 军王旁边有奸臣 宁臣 小人 全臣 对 然后清军策 好像因为不敢骂地狱王 不敢骂那个军王 其实没有昏君拿来宁臣 这个我讲时代话 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最明显的 一个状况 比如说 黄珊珊在内外的 胶折的这种压力下面 他快承受不住了 所以他现在在跟国民党求和 在跟外面的人求和 他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稍微平息下去 能够喘口气 要不然的话 他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对 董事长在前一阵就讲 他觉得赖清德想要起死回生 他这一次只是 等于说是脆弱多数 你只有40% 40%你要连任 对你来讲 那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卡 而且面临这样的一个 执政的包袱 你要怎么样的翻过去 他说唯一只有打贪腐 结果就看到 赖清德后来的谈话都讲 清廉清廉清廉 而且说连卡罗坑都不能去 代表这条线就踩得很紧 而踩得很紧了以后 你说他要跟什么 跟野岛纲 这篇文章讲出一块讲 因为他知道 他说为什么我们的政绩很好 我们学这么辛苦 是因为有一些小问题 有什么小问题 刚刚讲的 生活 经济 民进党腐败 土地正义 所以你非处理不可 所以你都已经可以闻到 那种刀光剑影了 对 赖清德绝对晓得 这一次他在选举当中 选得那么辛苦 照道理讲 蔡英文八百多万票 然后执政这八年来 照道理讲说 应该是很容易过关才对 结果他为什么在这次 选得那么辛苦呢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说 因为社会舆论的变化 对于什么打贪反腐这一块 特别是几乎民进党 可能有一些 贪污腐败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他在大选演讲的时候 结果有一些大学生就跟他说 民进党贪腐败反腐 他只是反问说 有哪些人 你把他指出来 虽然是没有指出来 问题是整个社会氛围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民进党贪腐 是 那你记不记得 当时九合一选败的时候 他不是跑到台南去吗 叫所有台南一些议员 或甚至是黄伟哲 站起来干嘛 大家站起来 黄伟哲坐在旁边 市长站起来 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因为就是民众厌恶了 就是什么 就是感觉好像 政治是一团张的这种概念 那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他如果这事情 他其实不用再去打什么抗中宝台 因为在这次选举当中 其实很多年轻人 他也不会去投国民党 他也不会去支持九二公司的概念 但是他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不支持国民党 为什么不会支持民进党 反倒是让民众党可以壮大 那就是代表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民众已经不再把 这个抗中宝台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最主要的东西 而是什么 而是民生的议题 或者是所谓的居住争议的议题 这是跟自己比较有关系的 比如说打贪反腐的议题 那耐心的如果不赶快 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民进党可能在四年后 他也不用再连任了 因为他如果要连任的话 他唯一一个契机 就是打贪反腐 把一些这个所谓的自己 第一个啦 就是内部自己民进党执政的 这些过程 公职人员来讲的话 有贪污腐败的要抓出来 耐心的敢这样做吗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 你耐心的敢这样做吗 我认为他敢这样做 因为他自己自命 你觉得耐心的敢这样做 对 自己自命 就是说他自己在过去来讲 台南市长 或者他过去成福公子的一些 历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 他自己是为自己我要求的 那既然自己是我要求的话 他也要求自己本党的 这个党公职人员 也要做这件事情 同时间 他也会学习近平 用打贪反腐 来处理对方的这个异己 也就是说不同派系的人 那比如说国民党内 或是民众党内 有一些有可能也是打贪反腐 他也要一起打 但是要刮别人胡子之前 要先刮自己的胡子 所以他会从自己党内先做起 然后之后再由其他政党 来进行打贪 那这个东西如果做得成的话 让民众感觉到 感受到那种 就是公平正义回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在四年之后 还会继续再投给赖清德 接下来是你就想讲 你就预估到了 未来的四年 就是柯文哲跟赖清德的战争 对 因为这两个之间的 票源的充足性太大 而且赖清德 或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本身都有基本盘 这个基本盘 我们长期看下来的话 都是差距在5% 10%之内 差距不大 那差在哪里呢 差在年轻票 那年轻票这次 被大量柯文哲集中了 所以三百多万票 全部到他家去了 当然他的手段 不是非常的正当 他用欺骗的方式取得 可是那不管他 他可以拿到这个票嘛 好不好 那现在就第二个问题 我现在谈一个问题 很简单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当时柯文哲 在第一次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是不是提出一个五大弊案 对 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 最后他打到完的时候 有没有查到任何事情 没有 没有查到任何事情 那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龙兵垮了 国民党垮了 国民党垮了 好龙兵垮了 马英九形象垮了 对 就垮了 国民党就被柯文哲一个人搞垮 五大弊案 你说国民党垮 这被柯文哲搞垮的 就五大弊案搞垮 对 五大弊案什么 柯文哲喊五大弊案 喊到最后他把这个政权交出去 交给讲万安的时候 是快急急忙忙的 快点把这个大巨蛋弄掉 对 都是他讲的话 都是他指出的毛病 对 通通都可以马马虎虎结束 就是很简单 闭案是他说的 没有闭案也是他说的 结案也是他说的 柯文哲一个人在那边玩弄 所谓的媒体跟法律 他把五大弊案变成了一个 政治的斗争工具 按照柯文哲的五大弊案的 标准来看的话 我请问你 赖兴德可不可以帮柯文哲 去创造五大弊案 他会这样做吗 我是说可不可以创造出来 有可能 对啊 一样 你自己干的事情 你建立了标准 按了你的标准干嘛 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高宏安的四十六万贪污 你认为四十六万贪污这个事情 如果说把那个法令稍微转个弯 稍微松一点的话 你认为高宏安会起诉吗 我觉得还有空间法 法律的解释的空间的松紧的事情 是法律人的专业范围 我们没有办法来以智慧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有没有好的律师 跟好的司法官 可以打出不同的结果 有可能嘛 对 第三点 那柯文哲留下的案子里面 百亿百亿百亿的一大堆嘛 那我问你吧 那柯文哲第四点 柯文哲在十二月八号 对 淑慧就已经讲过几个案子 第一个刚才讲 现在金华城的案子 就是有问题 还有现在南港 有一些土地的什么划分问题 还有对他们讲到 他说现在很多社会宅 有很多的钱 根本也是烂摊子 我也查到一些具体的事项 包括一些他的这个过去跟选举的募款 有挂钩的一些事情 反正这些事情都是有模糊的 有空间的地方 对 我敢保证情况都比五大变还严重嘛 比五大变还严重 可以做大作文章嘛 如果要真正要用柯文哲的标准 来对付柯文哲的话 对 我跟你保证今年 在台北市政府的施政里面 搞五大弊案 搞十大弊案 都没有问题了 都可以创造出来 那这个就结束了 那你认为新潮流没有这个能力吗 当然有啊 你认为民进党没有这个能力吗 新潮流这个地方最厉害了 最厉害嘛 都是法律人才嘛 所以柯文哲 那这个方法一打下去的话 我问你 小草去哪里了 小草就回民进党了 小草什么韭菜都不重要了 因为柯文哲就跑法院嘛 柯文哲被抹得黑黑黑黑的嘛 柯文哲变成一个贪腐的柯文哲 到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谈什么 什么把还给我们一个国家 对 把国家还给我们 国家没有还给你 你先把法院先多跑几趟 这个情况就是 柯文哲是第一号目标 当然他会夹带一些东西出来 夹带一些很容易啊 我会跟他 我们也会喊话沟通啊 他只要把BNT的合约公开就好了嘛 BNT的合约公开的话 很简单啊 那我也不要他来公开 我请我的法院叫他公开就可以了 一公开就很简单啊 那就是当时的 我们政府买的这个合约 比郭台铭的合约贵了很多钱嘛 这些都是因为了 竹帆不及备债 非常容易创造一个改革打贪腐的 英雄人物的赖心得 你说这个是蔡壁如的最新的脸书 他笑得非常开心 为什么可以这张照片笑得这么开心 因为他的路线赢了嘛 非常多路线 而且他跟黄珊珊之间的 那个微妙的关系 好像他已经取得优势了 保安哥你直接看这张贴文 想说没头没尾 很少看到正能发这种贴文 为什么 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天气很冷 我们来踢一下足球 我这个生疏了生疏了 但是还蛮好玩的 跟小朋友踢足球 他就跟国小踢足球 好 这整段前面的文字 都实在搞不懂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就放在后面这句话 这个味道跟节奏不一样 大朋友胜小朋友胜肢不 这个叫做交流 但是大朋友很久没运动 纯交流 动动叫 这两句话连续强调两次 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出来了嘛 请问他会去跟各位报告讨论说 我跟国小生踢足球谁输谁赢吗 当然不是嘛 醉翁之意不再久 他在讲的是民众党的路线之争 今天已经出现结果了 为什么出现结果 我就问 请问今天是由谁来去接待韩国瑜 接待游戏官 邦国超 对那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立法院政副院长 但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路线之争嘛 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过了 蔡碧鲁先前发了好几篇脸书 他从头到尾最近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 民众党的路线不能乱 民众党必须要订毛 也是你到底要不要反律 对他订得很清楚嘛 蔡其昌跟游席坤这两个人根本不能信 因为如果他们会改革的话 这八年 这些方案 这些法案 这些限改 能不能改 通通都能改啊 你们国会过半啊 所以根本不能相信他们唯一条路 我们要作为在野党持续监督民进党 而这件事情今天有没有发生 这件事情今天有没有有谱 有了嘛 那他的对立面 谁是小朋友 如果他是大朋友的话 小朋友就是黄珊珊嘛 怎么可能 怎么不会可能 我问蔡碧鲁跟柯文哲跟多久 30年有没有 黄珊珊跟柯文哲有没有跟3年 搞不好还不到耶 怎么还不可能 两个人一比谁是大谁是小 我跟柯文哲相处多久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甚至不如各位你不要以为蔡碧鲁 他是什么吃素的 不对 他这个叫半猪吃老虎 半猪吃老虎 这一只老虎过去 他这只猪吃老虎 他过去有个封号 我本来跟你知道叫什么 写地址 写地址嘛 这杀人不见血的嘛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你已经阵亡了 蔡碧鲁就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嘛 我只是跟你稍微来个过个几招 见好就收 让你知道就好 因为现在包括黄国昌也 站队站在蔡碧鲁这边嘛 我们两个就是一致的反律 未来作为六成选民才能对于民众党的生存发展契机 有所前进 而你黄珊珊过去大家主张的论调 叫做绿白河 而今天这个绿白河 甚至是遇到韩国瑜的时候 都还有点语气放软 有点求好 有点求老 所以说这个状况下 请问未来民众党会走哪一条路 当然是继续监督执政党的道路嘛 那这一条道路是谁要的道路 是蔡碧鲁要的道路 他说这是地方诸侯的要路 是对于选举 对于这些未来 2026要打选战的人 有帮助的道路 而且这是符合蔡碧鲁利益的道路 当然啦 而且他前两天 才跟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有一个路边谈话 对那你说蔡 为什么柯文哲要去找蔡碧鲁 因为蔡碧鲁不断地提出 我就讲了 今天你如果不是 动存到人家的根本利益 也就是你今天跟民进党合作 如果未来我在地方上不用混了 蔡碧鲁会不会去跟柯文哲叫板 当然不会嘛 所以你这样才懂嘛 什么面子啊 去否决起来 那都只是小菜 什么餐会啊 蔡碧鲁自己都讲了 根本不重要 其实我吃不吃都不重要 路线最重要 那谁把这些餐会闹大了 也是你蔡碧鲁把这件事情闹大嘛 一下闹大一下说不重要跟你讲 重点是路线 重点是位置问题 所以柯文哲才会特别 南下需要去人一件事情 你蔡碧鲁还是不是我的人 你蔡碧鲁究竟是我的人还是 要确定我们的路线 对嘛 所以现在柯文哲有没有妥协 显然有嘛 否则黄国昌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打出担人 就这个画面 对 就在路边 然后话不投机半句多 然后呢 竹竹讲了只有九分钟之九 我讲白了 如果柯文哲真心 要跟蔡碧鲁谈什么 什么党内大事 发展大事 早就开房间也不会让你拍到 这个东西很显然 他是要跟外界讲一件事情 我跟蔡碧鲁关系没问题 各位 你不要见风插针 因为柯文哲很清楚 如果没有紧抓的蔡碧鲁 我自己会受伤 如果没有紧抓的蔡碧鲁 他未来很有可能会走向盧秀燕 变成盧秀燕的人 可能会变成史上终极 最可怕的大颗黑 所以我想把你发配边疆 我先跟你保持距离口 这我又怕你跑掉 那当然了 他发配边疆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蔡碧鲁 竟然能够创造出如此大动的 他也不知道嘛 所以他也是等到蔡碧鲁跟国民党合作结合 结果差点扳倒蔡其昌之后 他才发现这个人不能小觑 而且他成为所有国民党合作的焦点 合作的锚点 所以现在当然要赶快紧急修补关系 OK 你说今天那个大朋友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真的 在蔡碧鲁的眼中 黄珊珊是小朋友 不一定是黄珊珊啦 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是她小朋友嘛 请问谁跟柯P最久 我蔡碧鲁嘛 谁的执行力最强 蔡碧鲁我嘛 那他之所以会被叫做雪滴子 是有他的原因的 柯P现在的问题是 他当初曾经跟我们的好朋友 某位姓张的好朋友 然后说 那我觉得我现在像汉县帝 那谁是全城 蔡碧鲁 所以他把他弄出去 弄到立法院 再把他丢到地方去 等于发配边疆了嘛 可是大家发现不对啊 这个人把他丢到一个绝境里面 他居然能够长出一棵树来 那离那个蔡碧鲁昌只差七千多票 不容易啊 那这个人得要重视他 因为他出去 他写滴子 他出去以后还是写滴子 如果这个写滴子以后 不是我管的 他明天飞回来 到别人手上飞回来弄我怎么办 被你科黑了 你要知道 好吗 我们的好朋友叫做张艺善 张艺善已经骂柯鲁 骂了一年了 你知道吗 柯鲁有告过他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 张艺善手上还知道什么事啊 那谁比张艺善知道更多 蔡碧如 对 所以真正让柯鲁害怕的人 叫做蔡碧如 所以柯鲁现在要慢慢的 去把蔡碧如收回来 那一方面 他也要制衡黄珊珊 然后制衡 然后这个黄国昌 黄国昌 他也不是对他们两个人 有多大的意见 但是柯鲁的用人哲学 他就是要在底下的人 互相逗来逗去 他才觉得 我这个皇上像个皇上 他就是有那种在玩人的那种 那种引头 这是一个很多老板的统治术 可是这个蔡碧如是那么好玩的人 人家之前他是对柯鲁一辈子忠心耿耿 然后曾经有人跟他聊天 说 碧如姐 我们只认识他五六年 然后我们就被他整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你受的苦比我们更多 据说蔡碧如两条眼泪就流下了 就哭了 这个人家转述的 他说蔡碧如的确心里面对于柯鲁 他投入那么多 他遭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他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所以他现在也学乖了 他到底会不会 从此再回去柯鲁那边 死心塌地 忠心耿耿 其实是个问号 但是柯鲁现在也不在乎了 我只要能够 这个写地址 我还能拉一下 你不要哪一天返回来砍我的脑袋 这样就好了 不要杀我就好了 对 那其实我觉得柯鲁跟蔡碧如的 的关系 现在还在这个微妙的调整起 慢慢可能还要再花一点时间 才能调到一个定位 走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遍 中国的恒大富可敌国 你不要讲说 他养了一个非常大的组织队 然后他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歌舞团 对 就现在他被清盘了 我想我什么叫清盘 他破产了 对 没错 恒大这个席日富可敌国 那许家印也是中国的首富 那么多年 结果没想到 现在他恒大面临到被清盘 香港叫做清盘 那实际上在台湾叫做清算 你说这家公司呢 他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这个没有上市的价值 那上市的价值之后 债权人可以发起说 把这个公司给关了 关了之后呢 由法院或是相关的程序 来进行说他的资产 跟这个相关的负债的相关的减免的状况 就有多少拿有多少回来 对 那你看 事实上这个被清盘这件事 已经早就知道了 因为为什么 前几天的时间点里面来说 恒大还有恒大汽车恒大物业 他们三家公司一直在下跌 而且今天的盘中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停盘 停盘之后 结果后来没多久的时候 他们还继续 可能明天继续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这是法院 香港的这个高等法院 他们今天就这个恒大清盘 进行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审讯 为什么 因为有债权人认为说 你都一直不清盘 我清盘的话 或许我还能够拿回一些 对 如果你一直不清盘的话 我永远被你卡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法 这个所谓清盘的这个要求 结果香港的法令就说 OK 他就清盘吧 就勒令他清盘 清算了 清算之后你知道 他到底目前为止来说 以他最新的财报 到底是怎么样 他目前的总资产 大概1.74兆人民币 折二新台币是7.57兆 那还很多啊 对 但是他负债是2.38兆 他负债是10.35兆 所以两个呢 减一减 减一减之后 大概还有8000亿左右 大概约莫是3.48兆 没有潮落 也就是说 负债 对 负债没潮落 也就是说呢 目前为止清盘之后呢 有些债权人是注定拿不回 他原本欠的这个钱 那他目前的顺序 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说是员工 他会先给员工啊 然后给这个公 这个社会欠国家的保险金啊 还有公积金等等 这些会先还 第二顺序是要还的各项的这个税款 然后第三顺序是要偿还的这个债权人 所以呢 第三顺序里面来说 恐怕很多人 大概8000亿人民币左右的钱呢 没有着落 那你现在恒大有这么多的房子 你还没有交屋 那我买恒大房子不就完蛋了 对 目前为止来说 恐怕有面临到 可能没办法交屋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现在买恒大房子都完蛋了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恒大可能目前再建的这个房子来说 如果假设它被清盘之后呢 他们是有所谓的这个社保基金 还有这个所谓的信托机制 那如果信托机制里面的钱没有被动用 或许你房子还可以盖个完 但是呢大部分呢 目前为止大概都已经没办法盖完的这个局面 是非常大 那甚至是现在大家大家清楚说 那恒大到底有多严重 那恒大原本许佳有一个梦想 它叫做恒大同事界 恒大同事界 对 同事界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说了我在很多地方都要打造一个 类似迪士尼这样一个状况 那我不只要打造迪士尼喔 你看它里面有什么童话大街啊 然后什么虚拟大街 这都是恒大的房子 对 然后那个一个迪士尼旁边 它会有非常多的案子 所以它同时有一个乐园之外 它还会有一个房子在那边卖 有一个物业在那边卖 就像它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看它在恒大的这个在贵 有一个这个同事界 你看原本要盖成这个样子 但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 也都完全都弄不出来 它占地有八千亩左右 那预计要投资上千亿 就没想到 都变烂尾楼了 现在房子随便一卖都是腰斩以上 才能够卖得出去 那人家这不是单一个喔 这是贵阳的恒大喔 那你看它们在什么地方 在广西的南岭 还有一个恒大同事界 你看它们原本的规划 是要做成这个样子 哇 里面这个同化的房子 然后游乐设施一大堆 就后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根本完全盖不完的一个状况 那不是只有这样 你看我们刚才讲到有贵阳 然后广西 南岭之外 你看恒大 江苏 有一个同事界 你看都是这么大的规模 结果都盖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因为这个同事 这些都是同事界 对 都是觉得中泽冲人员 对 现在都变鬼屋了 盖不完 而且你看盖不完 因为这种同化世界盖不完 反而最糟糕 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你住人也不对 那你还把它改建成什么 也不对 所以现在全部都变成烂尾楼 那烂尾楼你知道 恒大还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烂尾楼 那这些烂尾楼全部都被偷走 里面样子屋的什么灯泡 然后什么冷气 全部都被搬走 所以等于是说 你现在空有一个所谓的 空壳子在这个地方 但里面的东西全部都被搬走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目前 你要以为说这只有一两 只有我们讲到的什么 贵阳 南岭还有江苏 没有 它在中国有17个这么多 你就这样有17个 对 那所以这17个来说 它每一个投资都是超过数千亿 甚至还有千亿人民币的规模 就不然现在全部都变成是烂尾楼 你看我们就整理出来 它有这么多个 对 广西的 海南 西安 安徽 你看一大堆 这些全部它都要投资这么多 投资这么多 现在为止都完全没办法有着落 而且很多案子是 刚投资下去之后 没多久就已经资金断练 所以事实上你看 他要说每一个计划都要超过迪士尼 等于是中国有这么多的迪士尼 整个中国迪士尼 就不然现在完全这些完全跳票 所以来跟你讲 现在恒大进入所谓的清盘 就是被清算 我觉得这个路 这个对恒大来说当然完蛋了 可是他们在中国留下这些 这么庞大的烂尾楼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们讲这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难解决 它这些所谓的商场 这些所谓的同化事件 你到底要如何去散后 这恐怕是变成 未来中国房地产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而且现在不是说是恒大地产 它旁边像什么恒大汽车 这些周边也都完了吗 现在所有的恒大汽车 都要进入所谓清算的状况 所以我就说 许家印过去 它有上千亿人民币的身家 未来可能都完全会灰飞烟灭 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眼看人起高楼 眼看人验宾客 眼看人楼塌了 什么都没了 不 宏大这个故事 我们当时在谈宏大 你记得好像已经是三年多前 对 所以换言之讲 它应该要倒闭的时间点 应该是三年多前 三年前就要倒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拖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我要问的问题 拖到现在以后 那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 标准在处理这种 所谓的问题资产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第一个银行处理的事情 很简单嘛 就把这个东西 整个都送拍卖嘛 对 拍卖之后就 或是直接由公司方 或是说由银行贷款方 把它卖给AMC公司 AMC公司用两则三则标得 然后再去做AMC 用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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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处理 这是健全的 自由市场金融的处理方法 对 那为什么要拖那么久 我们要回过来 拖那么久的时间 政府就是 它政府就一段时间 政府说你媒体 你银行不能倒 对 银行不能倒 你可以让AMC买啊 它在干什么 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在干嘛 我跟你讲 你看 因为共产党的经济里面 有第一个目标 叫什么东西 叫做政治挂算 我问你嘛 宏大会搞那么大 老板是谁啊 共产党 老板是高干嘛 他这个背后 台面上那些人物 都会被鬼混 都说搞来搞去 你为什么我贷款给你 对 为什么你给银行取得贷款 为什么你要取得 发行这个特别股 对不对 在市场上吸金 这背后都是几个大家族 在这边享受它的利益嘛 这些套牢谁 套牢这些大官啊 大官 这些大人物被套牢啊 所以他干嘛 他拖了几年时间 让这些大咖先逃 先逃 先拿钱跑路 大咖先解套 没跑路 把这个钱先套开了 套开以后 剩下烂摊子 丢给市场去处理嘛 红二代跟正二代 解套完以后 开始进行正常的处理 他开始在救市 他有很多正常理由 所以第一波的资金的 是中央银行出的钱 就他的 然后控制里头不准倒 所以 中央银行的钱 就留给这些高盖跑掉了 对 然后让有钱人 让有权利的人跑掉 然后最后他现在开始 进入程序处理的时候 就会变成这个韭菜 就倒大煤 就一步步根据正常程序处理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很简单 他总共的GDP 这些GDP 占国家GDP多少 30到35个Percent 多可怕 对 全世界最大的35%的GDP 在房地产上面 他这个不搞掉 我请问你 这个国家怎么发展 都不了了 都不了 你卡死资金卡在里面 资源卡在里面 所以说出资金卡在里面